想當然而今天呢 很多人被吵醒的不是鬧鐘 而是哗啦啦的下雨聲 對吧 今天呢早上中央氣象署 針對了六個縣市 都發布了大雨特報 而新北市汐止的 前東路 中華街 則是大淹水了 甚至呢 還有機車被淹沒了 道路淹水嚴重 通勤服晚於騎乘 雪上摩托車 漸起大片雪花 受到封面影響 北台灣今天一早 出現劇烈大雷雨 氣象署也針對北北基陶 新竹縣 宜蘭縣等地 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雙北各地也紛紛傳出災情 新北大道四段 變成汪洋一片 車輛就像是開在水道上 甚至變成一條小溪流 八號越堤道路 也全遭土黃泥水淹沒 其實只能涉水而過 場面相當驚險 北投一處寒洞 因為瞬間強降雨 導致嚴重積水 淹到小腿的高度 還有兩車故障 卡在寒洞內動彈不得 信號及時脫困 警方也緊急拉起封鎖線 禁止車輛進入 細紙十語輛更達到六十六毫米 沖在國小旁打淹水 直接超過機車的輪胎 甚至有兩部機車 因此倒下躺在水中 台北市長蔣萬安 也將災害應變中心提升至三級強化開設 雙北一早下起大雨 有網友經過永河區竹里路一處的地下道 雨水從上方傾斜而下 現場宛如水連洞 有網友在臉書社團 我是永河人上法文直呼 下大雨地下道變成水連洞 地點就在竹里路一帶的地下道 從他填書的影片可以看見 地下道的上方不斷有雨水大量傾斜 導致整個地下道出現積水的情況 而影片曝光後 就有網友留言直呼 那個地下道只要下大雨 避岩水 好誇張呀 但也有人指出 這是制洪池 對此新北消防發迷面的小編 依久就回應了 低洼低需請盛防積水 而山區因盛防攤防急落時 開車也請注意路況 請大家注意行車安全及水漂的現象 此案件已經轉之EOC了喔 好 北台灣一早下起暴雨 上班的時候非常的塞 而且多處還有淹水的情況 讓通行族真的是非常的崩潰喔 而其中就有網友曝光 台北車站連連通道口水都淹水了 出現水鄉澤國的情況 可以看到大片的積水耶 對 整個可以積到這個腳底板的地方 對 沒錯 而且其實有人就說 其實這是台北車站B1台鐵道 積結的連通道 現場已經用警示的帶暫時的封起來 那其實在尖峰時刻 很多人其實都是通勤要經過這裡的嘛 沒錯沒錯 而且有人抱怨說 我繞了一大圈害我就是上班都會差點遲到耶 對啊 因為如果要搭這個積結呢 他只有到公司之後發現腳底全部濕濕的 應該也是蠻不舒服的 對啊 就有人其實還有 這畫面曝光之後就有網友酸說 其實這看起來真的超像泳池的 其實真的還蠻像的耶 剛好還有這個一個低蛙的部分 對 好像在上面游泳的感覺 好 其實另外氣象專家賈欣斯 他也表示說今天又急又快的暴雨 其實主要在集中在大台北的地區 而且三小時最高的降雨量就超過了80毫米 哇 真的難怪發布大雨特報 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真的是被那個花啦啦的下雨聲給嚇到耶 也是被雨吵醒嘛 沒錯 然後想說今天一定要記得帶雨傘出門 對 沒錯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說 氣象鼠其實早在針對新北市的永定啊 石定溪啊 台北市的雙溪發布了災防的告警 而雙北一早下棋大雨了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在臉書上就提醒民眾啦 上班上課一定要注意 不過貼文底下就有網友 馬上留言敲碗要停班停課 蔣萬安上午7點透過臉書發文表示 上班上課請注意 陰牆對流雲系通過士林區北投區 北投區最大石雨量達48.5毫米 氣象鼠已經針對台北市發布大雨特報 而提醒民眾要留意溪水暴漲問題 並且緊速遠離 請大家遠離河川區域 物從事溯溪 釣魚 溪水等活動 而蔣萬安還在留言區來補充 題外停車場的部分 已發布訊息通知車主了 而有部分網友就留言 應該要延後上班兩小時啊 萬安您是我今生今世看過最帥 最瀟灑的男人了 台北人徬徨無助的時候 您總在我們身旁 輕輕耳語不要怕 我已經宣告停班停課 不過就網友搖頭說 又不是市長說放就放 下個大雨就要停班停課 中午雨就停了啦 好那今天早上雨下這麼大 很多人一定會關心說 到底有沒有下在集水區啊 因為其實今年入春以來的降雨 這個狀況一直不如預期喔 石門水庫從17號的蓄水量 其實只剩下了24.3% 那麼今天北部降下大雨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降在石門水庫區啦 因此一早就有破千名的網友 通通聚集在桃園市政府的YouTube頻道 想要呢來替這個石門水庫線上祈雨 結果沒有想到呢 雨還真的下載了集水區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數指出 石門水庫集水區截至今天上午9點30分 水庫水位是219.41公尺 蓄水量總共有5190萬噸 蓄水量達到了24.5% 因為透過節水公灌籍 跨區水源調節等穩定的供水措施 昨天的石門水庫水位不降反升5公分 而今天呢又再回升了10公分 而水利署北區的水資源分數說明 今天有許多降雨在水庫下游平地 所以立即協商農水石門 以及桃園管理處獲得同意 停止農業用水供應 以落實節水公灌 而預計至少減水水庫的放水量50萬噸 而依照氣象資料分析顯示 此波降雨有延續到明天的趨勢 將加強手勢透過節水操作 以及加強飲水 努力讓水庫穩定供水 而水利主北區水資源分數也表示 至於是否有實施人工增雨規劃 將是天候條件適當動機來實施 以增加水庫集水區的降水機率 好那桃園呢其實不僅有缺水的問題 現在呢還有停電的問題囉 而桃園市呢從16、17號開始 由這一集頻頻傳出停電 沒有想到呢今天又再次傳出了停電 引發民怨 而台電則表示目前正在進行搶修當中 台電表示停電的原因是因為潰線跳脫 而由於這已經是桃園第三天第四度停電 引發民怨 而台電表示龍潭區中正路 中心路一帶潰線跳脫 總共造成了5332戶停電之後 已經派員搶修 在8點1分時透過轉供4654戶復電 目前尚有678戶停電 而另外龍潭區的三菱裡 大平裡沒有錄一帶 同樣因為潰線跳脫造成了供電異常 有4605戶受到影響 經過8點1分轉供後 已經有3671戶復電 目前尚有934戶正在搶修當中 很不怕 慢慢熟 好 披露 最 großes Shawn